嗯 刚才正看着足球赛呢啊 突然网就断了 中日用的是连通的网 我们来看一下打他连通的客服 现在晚上能不能打通 来试一下 试一下 欢迎致电中国连通 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合作伙伴为您服务 尊敬的用户 您好 我是连通智能客服助理 请您用简短的话语 转雷工 例如缠话费 缠流量 故障报修等 转雷工 当前可用余额为35.18元 本月相对11.96元 快捷服务短信 转雷工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您请说 转雷工 很抱歉 这个问题我还在学习中 您可以这样对我说 查话费 查流量 办理流量包等 您请说 转雷工 很抱歉 这个问题我还在学习中 您可以这样对我说 查话费 查流量 办理流量包等 您请说 转雷工 请问 还有什么可帮您 转雷工 请问 还有什么可帮您 转雷工 您好 现在事业间服务时间 人工服务暂时只能提供紧急停开机和紧急报账服务 如需要人工帮助 请早上7点30分 至晚上21点30分之间 致电由人工为您提供帮助 紧急报账服务 您好 现在事业间服务时间 人工服务暂时只能提供紧急停开机和紧急报账服务 如需要人工帮助 请早上7点30分至晚上21点30分之间 致电由人工为您提供帮助 紧急报账服务 您好 现在事业间服务时间 人工服务暂时只能提供紧急停开机和紧急报账服务 如需要人工帮助 请早上7点30分至晚上21点30分之间 致电由人工为您提供帮助 赞人工 紧急报账服务 您好 现在事业间服务时间 人工服务暂时只能提供紧急停开机和紧急报账服务 如需要人工帮助 请早上7点30分至晚上21点30分之间 致电由人工为您提供帮助 紧急报账服务 您好 现在事业间服务时间 人工服务暂时只能提供紧急停开机和紧急报账服务 如需要人工帮助 请早上7点30分至晚上21点30分之间 致电由人工为您提供帮助 紧急报账服务 您好 现在事业间服务时间 人工服务暂时只能提供紧急停开机和紧急报账服务 如需要人工帮助 请早上7点30分至晚上21点30分之间 致电由人工为您提供帮助 紧急报账服务 请问还有什么可帮您 紧急报账服务 请问还有什么可帮您 紧急报账服务 请问还有什么可帮您 紧急服务 请问您是要办理停机业务吗 不是 您好 现在事业间服务时间 人工服务暂时只能提供紧急停开机和紧急报账服务 如需要人工帮助 请早上7点30分至晚上21点30分之间 致电由人工为您提供帮助 紧急报账服务 请问还有什么可帮您 你帮我啥了 请问还有什么可帮您 赚人工 您好 现在事业间服务时间 人工服务暂时只能提供紧急停开机和紧急报账服务 算了 如需要人工帮助 请早上7点30分 1点30分 比赛已经结束了 晚上21点30分之间 致电由人工为您提供帮助 这个时候比赛肯定结束了1点多了 啥呀 转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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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现在事业间服务时间 人工服务暂时只能提供紧急停开机和紧急报账服务 如需要人工帮助 尽早上7点30分 至晚上21点30分之间 致电由人工为您提供帮助 他不是说可以什么人工服务可以这么 他不是说人工服务可以什么 什么紧急开机紧急这个紧急那个 怎么怎么连接上人工呢 转接人工 什么都行 紧急紧急的服务 快点 很抱歉 这个问题我还在学习中 您可以这样对我说 查话费 查流量 办理流量包等 您请说 转人工 请问您是要转人工服务吗 是 很抱歉 这个问题我还在学习中 您可以这样对我说 查话费 查流量 办理流量包等 您请说 我掐死你信不信啊 很抱歉 这个问题我还在学习中 您可以这样对我说 查话费 查流量 办理流量包等 您请说 转人工 您好 现在事业间服务时间 人工服务暂时只能提供紧急停开机和紧急报账服务 如需要人工帮助 请早上7点30分 至晚上21点30分之间 致电由人工为您提供帮助 转人工 很抱歉 这个问题我还在学习中 您可以这样对我说 查话费 查流量 办理流量包等 您请说 转人工 非常抱歉 我暂时无法理解您的需求 下面根据语音提示案件操作 哎呀 话费及余量查询 请按1 尊敬的客 您输入的号码有误 哎呀 请重新输入 尊敬的客户 现在事业间服务时间 又来了又来了 欢迎您在每日7点半至20 算了算了算了 我还有个电话 9600169联通的宽带专家 我们试一下能不能打通 9600169 打一下 欢迎致电山东联通 带专家服务热线 宽带专家服务请按1 宽带业务办理 请按2 为保证服务治疗 您的通话可能被 这个会儿啊 马上就通了 正在与客服代表联络 正在与客服代表联络 尊敬的客户 请所以添加微信公众号 山东联通 根据开端提示 完成牌匠或爆炸 也可以通过1010 自动牌自助办理宽带 控化爆炸服务 点通手机用户 还可以拨打 对不起 人工作席全忙 继续等待 请按0 对不起 人工作席全忙 我玩玩啊 尊敬的客户 请所以添加微信公众号 山东联通 根据开端提示 完成牌匠或爆炸 也可以通过1010 自动牌自助办理宽带 控化爆炸服务 点通手机用户 还可以拨打 对不起 人工作席全忙 继续等待 请按0 啥呢 是不是根本就 没有人不服务啊 所以添加微信公众号 山东联通 根据开端提示 完成牌匠或爆炸 也可以通过1010 自动牌自助办理宽带 控化爆炸服务 点通手机用户 还可以拨打 对不起 人工作席全忙 继续等待 请按0 最近的客户 您可以添加微信公众号 山东联通 对不起 人工作席全忙 继继续等待 请按0 最近的客户 您可以添加微信公众号 山东联通 根据开端提示 完成牌匠或爆炸 您可以通过1010 自动牌自助办理宽带 控化爆炸服务 点通手机用户 还可以拨打 对不起 人工作席全忙 请稍后再拨 哎呀 直接给我挂了 啥情况 坑太坑了 闻人了 哎 今天晚上是打不通了 没办法了 打不通了 不打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趁机来试一下 这个10086 还有 还有这个 电信的一万号 看看他们的人工服务 能不能打通 我们试一下 我是连通的 我们打他们试一下 10086 看一下 欢迎致电 中国移动 您好 我是智能 转人工 现在是业绩服务时间 人工仅办理 紧急业务 建议您次日 早8点30分 至21点30分 再拨打咨询 转人 转人工 转人工 即将转接 请稍等 封静的客户您好 每天晚上21点30分 至次日早8点30分 是夜间服务时间 10086人工 仅提供紧急服务 停开机 呼叫转移请按一 网络及通信 故障请按二 国际长途 及国际漫游请按三 PUK码查询 请按四 我看一下 封静的客户您 这个好像能接通 10086好像可以 试一下 好像靠点 一会会不会打不了呀 会不会跟你打不通呀 哦 哦 哦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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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通呀 现在人工繁忙 快速查询办理业务 请按六号键 智能客服为您服务 继续等待 请按五 预约回访 请按紧号键 算了 他也打不通 他也打不通 我信他了 还有那个连电信的 看一下 个十百千万 对 这个 信赖 欢迎致电中国电信 您好 欢迎体验 电信智能语音服务 请清晰的说出 您的需求吧 比如您可以说 转人工 查话费 宽带 转人工 正在为您转接 人工服务 请稍后 每日二十一点到次日 七点为夜 怎么全是这个呀 人工服务 仅提供挂师亭开机 障碍报修等紧急服务 其他业务 您可以登陆 山东电信网上 营业厅查询办理 固化宽带障碍 报修 请按一 挂师亭开机业务 请按二 如需使用其他自助服务 请按警号键 转人工 我一个连通的宽带 我打电信的 是不是会找查的感觉 请您输入区号 及宽带账号数字部本 字母不输入 按警号键结束 我哪有宽带账号呀 我是连通的 算了 打不通 电信 不行 也有什么夜间服务 移动也不行 连通也不行 三个都打不通 还有一个连通的宽带专家 弄得跟真实的一样 好像能打通 结果也是打不通 如果他半夜宽带后 坏了 连接不上了 那就只能等到明天吧 今天晚上算了吧 足球赛肯定也结束了 中国肯定输给日本了 也不用看了 肯定输了 肯定输了 两场比赛都输了 第一场输给澳大利亚 第二场输了日本 等到下面再有比赛 应该是十月以后了 一个月之后吧 十月七号左右吧 好像是 哎 这些肯定是 没有网呀 没有网都不能用了 好了 这视频就录到这样了 先挂了 挂了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